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将挑战你的认知 在俄亥俄州参议员JD范斯阴暗时原住民是敌人 并称原住民日为假日引发了轩然大波 范斯反对更改 以大屠杀原住民的革命战争少将安东尼 为N命名的国家森林名称 还在社交媒体上嘲弄原住民日和双灵概念 这些言论令许多原住民感到被冒犯和抹杀 相比之下拜登政府在原住民权益方面采取了具体行动 引起了广泛讨论 这一话题不仅涉及历史修正主义 还牵涉到现代政治和社会正义的复杂纠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俄亥俄州JD范斯暗示部落是敌人 并称原住民日为假日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 选择了俄亥俄州参议员JD范斯 作为他的竞选伙伴 这一决定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尤其是在原住民社区中激起了不满 这种敌意源于多方面的原因 包括去年关于重新命名 俄亥俄州一个国家森林的提议 以及范斯对原住民日的嘲笑 故事的起点可以追溯到维恩国家森林的命名问题 这片森林以革命战争少将安东尼·维恩命名 他曾在俄亥俄州与原住民作战并进行大屠杀 维恩还强迫许多原住民离开他们的土地 为白人殖民者开辟了道路 因此美国农业部的森林服务局提出了更改名称的建议 然而范斯公开反对这一提议称为恩是 为政府打仗 赢得和平 开辟俄亥俄州荒野的英雄 范斯的这番言论使许多原住民感到被冒犯 他们认为范斯是在将他们视为敌人 来自密尔沃基的社区倡导者 奥奈达部落成员马林·维伯斯特丹宁说 要坚韧继续占领 记住你不是敌人 丹宁强调范斯的言论是历史修正主义的一部分 试图抹去原住民的存在和贡献 同样来自密尔沃基的奥奈达活动家雅各布·埃布拉姆斯 也表示他支持丹宁的观点 他认为范斯对更改森林名称的抵制 与南方抵制更改以邦连将军命名的纪念碑 和其他地点的名称如出一辙 在2020年选举季特朗普和拜登的竞选活动 都在争取原住民选票 特朗普是第一位正式承认 针对原住民妇女和女孩的暴力流行病的总统 创立了萨凡纳法案和不可见法案 萨凡纳法案是一项两党合作的努力 旨在通过增加联邦、州、部落和地方执法机构之间的协调 来改善对失踪或被谋杀的原住民的联邦应对 而不可见法案也专注于失踪和被谋杀的案件 但额外强调了人口贩卖问题 特朗普还成立了女士正义行动小组来解决这一问题 但部落倡导者指出 该办公室只有一名工作人员 特朗普的三页计划对部落问题的处理 缺乏具体内容 相比之下 拜登的15页部落国家计划 包括可衡量的目标 并呼吁联邦政府履行与部落国家的条约义务 这一举措 在威斯康星州和亚利桑那州等摇摆州 取得了成效 这些州有相对较大的部落存在 在2020年威斯康星州 拜登在有保留地的北部线份 获得压倒性胜利 如梅诺米尼县 梅诺米尼保留地所在地 和贝菲尔德县 红牙奥及布瓦保留地所在地 拜登回报原住民选民的一种方式 是任命德部 哈兰德领导内政部 他是第一位担任此职位的原住民 他的办公室的一项行动 直接影响了威斯康星州 即更改了28个 被认为对原住民有冒犯性的地名 这些地名大多是水稻 如湖泊和溪流 使用了SQR这个词 这在历史上 一直是对原住民女性的侮辱 这是全国范围内 更改对原住民社区 有冒犯性名称的持续趋势 从公园到甚至运动队伍 前梅诺米尼国主席的罗恩 科恩说 这有点像基于原住民种族的 学校吉祥物 他们的设计 是让原住民感到低人一等 而主流社会感到优越 除了对森林更名的争议外 范斯还在社交媒体上 发表了贬低性评论 嘲笑庆祝原住民日 和使用双灵的这个词 来描述同性恋 或非二元性别的原住民 他在2021年10月的推特上写道 原住民日是一个假日 旨在制造分裂 当然 乔·拜登是第一位 关注他的总统 原住民日 正在全国许多地方 取代哥伦布日 特别是在部落社区 以庆祝原住民 对世界的贡献 包括澄清哥伦布 并未发现美洲 2021年9月 范斯在推特上写道 对不起 但双灵到底是什么 希望进步人士 停止发明词语 双灵指的是 部落内对同性恋 或非二元性别者的 古老接受和欢迎 在许多部落中 双灵者既不被认为是男性 也不被认为是女性 而是一种替代性别 一些部落称他们为 男人 女人 或女人的战士 这种身份 描述了一个人 在部落社会中的角色 例如 一些男人 可能会留在村庄里 照顾孩子和做饭 而其他男人 则去打猎 或参加战争派对 一些女人 可能会加入男人的远征 每个人都被接受 每个人都有 他们的重要角色 然而 范斯的言论 无疑是对这些 古老文化的 无知和无视 这进一步 加剧了原住民 对他的敌意 总的来说 JD 范斯的言论和行动 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特别是在 原住民社区中 从反对更改 为N国家森林的名称 到嘲笑原住民日 和双龄 范斯的立场 显然与原住民的历史 和文化相悖 这不仅让他在竞选中 面临挑战 也让他与原住民社区的关系 变得更加紧张 请大家继续收看 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 进行背景介绍 JD 范斯 俄亥俄州参议员 因其对原住民日 和相关议题的评论 而引发争议 背景来看 范斯的表态 涉及美国历史上 对原住民的压迫和不公 这在现代 引发了重新审视历史 和改名的运动 特别是关于 俄亥俄州维恩 国家森林的命名问题 范斯反对更名 称革命战争少将安东尼 维恩为开辟荒野的英雄 这种描述 忽略了维恩 在夺取原住民土地过程中的暴行 激怒了原住民社区 原住民日的设立 是为了取代哥伦布日 已正是原住民 在美洲历史中的遭遇和贡献 哥伦布日 因庆祝克里斯托弗 哥伦布的发现 而受到批评 因为哥伦布的到来 实际上开启了 对原住民的殖民和压迫 因此 原住民日 旨在矫正这段历史 并强调原住民的文化和遗产 范斯在社交媒体上 对原住民日的不屑 以及对于双灵 Two Spirit 这一词汇的嘲讽 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双灵是许多北美原住民文化中 对非二元性别 和同性恋者的古老认同方式 这些人被视为 具有特殊的社会角色 和灵性地位 范斯的评论 被批评为对原住民文化 缺乏尊重和理解 在政治层面 这些事件反映了美国两党 在原住民议题上的不同立场 特朗普政府在任内 启动了一些 针对原住民妇女 和女孩暴力问题的立法 如萨凡纳法案 和不可见法案 旨在提高对失踪 或被谋杀原住民案件的 联邦反映 但这些举措 在具体执行上 被批评缺乏深入 和实质性的变革 相反 拜登政府在竞选中 针对部落社区 提出了更具体的计划 包括履行联邦政府 对部落的条约义务 拜登胜选后 任命德部 哈兰德 为内政部部长 成为首位担任 该职位的原住民 并推动改名运动 去除具有冒犯性的地名 这些举措 在某些摇摆州 如威斯康星州 和亚利桑那州 特别有效 这些地方 有较大的原住民人口 且选民对于原住民权利 和历史正义 有较强的诉求 拜登在这些地区的选举成功 部分归功于 其对原住民议题的重视 总体而言 JD 范斯的言论和立场 反映了美国社会 在如何处理历史 和原住民权利问题上的 深刻分歧 这不仅涉及 历史记忆的争论 也关乎当代原住民社区 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和权利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JD范斯的评论和立场 可以理解为 保护历史遗产的一部分 我们不能随意改变 地名和历史纪念日 维恩国家森林的名字 来自革命战争少将 安东尼·维恩 他对美国的建立 有着重要贡献 就像我们不能轻易改变 林肯纪念堂的名字一样 这是对历史的尊重 至于原住民日 这是一个新进创立的假日 对一些人来说 确实存在制造分裂的可能 楚天书 你这观点真是让我笑掉大牙 难道我们要为那些屠杀 和驱逐原住民的英雄 力杯歌功颂德吗 维恩对原住民的暴行 与其对美国的贡献相比 简直是黑暗的一面 重新命名不仅是对历史的修正 更是对原住民的尊重 原住民日不是制造分裂 而是纠正历史 让那些被忽视的声音被听见 好吧琪琪 你这么喜欢改名字 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把 所有与殖民时期有关的地名 假日都改掉 这样我们的地图 恐怕要重化一遍了 范思的立场 是为了保护历史的完整性 而不是为了制造分裂 至于双灵这个词 这些新词会确实 让很多人感到困惑和不适 你不觉得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时间 来理解和接受这些新概念吗 楚天书 你这种保护历史的说法 简直像是在保护一个满是洞的破坦子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但这不意味我们应该无视那些被压迫者的声音 重新命名是纠正历史错误的一部分 正如我们不再称黑人为奴隶一样 至于双灵这个词 这可是原著名文化的一部分 不是什么新创的词汇 范思如果对这些概念感到困惑 或许应该多读点书 而不是在推特上发表无知的言论 其其 你的激进态度真是令人佩服 但我们总不能以牺牲社会的稳定为代价来改变一切 重新命名和创立新假日是可以考虑的 但是需要一个平衡的过程 否则只会引发更多的对立和分裂 历史不是一夜之间可以改变的 我们需要更审慎的去处理这些问题 而不是一刀切 楚天书 你所谓的稳定不过是对现状的保护 对那些被压迫的群体来说 现状本身就是不稳定的 改变是不可避免的 特别是当我们面对的是历史上的不公正时 原著名日和重新命名是对他们历史的一种弥补 比起你所说的对立和分裂 我更愿意看到的是对历史的正义和尊重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嘿,大家好 六博士又来了 话说这期节目的内容可真够火爆的 咱们这次聊的是俄亥俄州的参议员JD 范思和他的一些惊人言论 这位共和党的参议员最近可是惹了不少麻烦 尤其是对原著名社区 首先,范思的敌人言论真是让人瞠目结舌 他反对重新命名以革命战争少将安东尼 维恩命名的国家森林 但问题在于 这位维恩老先生可是以屠杀原著名而闻名 他的这番言论让很多原著名 感到自己被称作敌人 这口气谁能忍 原著名社区活动家如马林、维伯斯特、丹宁和雅各布 艾布拉姆斯都认为 这个名字的变更是对历史正义的追求 不应该被简单否决 再来,我们聊聊特朗普和拜登在争取原著名选票上的不同策略 特朗普虽然承认了原著名妇女和女孩遭受暴力的问题 还推出了萨凡纳法案和不可见法案 但他的行动被批评为只上谈兵 相比之下 拜登的15页部落国家计划可是诚意满满 不仅有具体目标 还誓言旅行与部落国家的条约义务 拜登更是任命了德布 哈兰德为内政部长 他可是第一位原著名部长 这无疑是对原著名社区的巨大支持 对了,范斯还发表了一些更具争议的言论 他称原著名日为假日 这可是冒犯了不少人 原著名日的设立是为了取代哥伦布日 更加真实地反映历史 庆祝原著名对世界的贡献 范斯却说这是制造分裂 甚至贬低使用双灵这个词 来描述同性恋或非二元性别的原著名 哎,真是让人无语 双灵是许多部落中的一种古老身份 他们既不被认为是男性 也不被认为是女性 而是一种替代性别 这种身份在部落社会中 有其重要角色和意义 根本不是什么发明的词语 总的来说 范斯的言论和态度 确实给他自己和共和党带来了不少麻烦 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 尊重和理解不同文化和历史非常重要 原著名不是敌人 他们是这片土地上最早的居民 有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 我们应该更加包容 尊重他们的历史和传统 而不是简单的用假日这样的词语来贬低他们的节日和身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能从中获得一些启发 下次再见 挥手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别国士提出你了 那么ullen让你发 大家会转发